慈悲的细节 扰得人心烦意乱 不得安眠 普通人这时熏上闻香 两个巴掌拍个不停 或举着电纹拍 灭虫祭到处追杀 欲除之而后快 而对于佛教徒来讲 就应该在这细节上用功 本着最基本的 五戒 十善 似无量心 不起称心 脑心 而起慈悲心 然而 有些佛教徒不以为然道 信佛之人 也不能目视害虫 而无能为力 太多了 弄点杀虫祭也无不可 戒是死的 人是活的 别学傻了 便宜行事 杀百万之文 抵不了杀一个人 所以放心杀吧 还有人认为 可以打完文字 再忏悔 或念超度咒 殊不知 阿旺诺布帕姆 在紫碧议论中 讲到二十徒劳行 其中之一就是 不摒弃伤害友情 发菩提心 为徒劳也 如果连众生 还想着要去伤害杀害 即使烧香拜佛 法会诵经 也是徒劳 谈何成就解脱呢 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众生平等 结据佛性 何来什么高级 低级 身体大小之差别 多少只文子的命 抵不了一个人的命之说 真是错误 佛教 佛学 等门都还没入 南摩本出报身佛 在一百二十八条 邪恶剑和错误之剑中 教导我们 认可破三成戒律 认念超度咒杀身无罪 是非常严重的邪恶之剑 如若有犯 要当下忏悔 彻底改正 人啊人 总是将自我的利益 与示意放在第一位 母蚊子 吸了我们一点血 就说 她是坏的 或抱着执着 分别 憎恶种种淫虫 以其丑陋肮脏 起手拍打 抬脚践踏 作为佛教徒 这开合之间 难道不是在 拍去自己的善良 践踏自己的良知吗 前些天某晚 路遇二人发生口角 一人把另一人连带摩托车 一起掀翻在地 倒地的人 由自不服来站地 跌跌不休 站着的人 也不依不饶地拿起砖头 将人拍伤后 扬长而去 月初 去外地 打计程车 遇到 怒怒司机 似乎是他 变到没有打灯 后面的吉普车 也没让 这下 可恼火了起来 一脚油门猛踩 绕到吉普车前 来个急煞 丝毫不顾及 车上三个乘客 及自己的安全 接下来 两人开窗互骂 交替别车 任凭我们喊破嗓劝阻 也充耳不闻 上演了一场 继承车惊魂 在上下班途中 见到因一点 鸡毛蒜皮小事 而引发骂战的例子 更是不少 凡此种种 你惹了我 我就报复你的 心态与现象 有小不让 便大冲突 不禁让人揭探 人心怎么了 凡此种者 皆不互行 任由五毒水浸泡 残杀众生 乃至随手折柳摘花 不该是善良人士所为 更不是佛门弟子所为 蚊子咬了包 抹上紫草膏 清凉油之类 不用着意 过几个小时就下去了 将其看作是 我们修行路上的助缘 检验自己的修养 与定力过不过关 而蚊子 由于烦恼造业 多在恶道 已经很可怜了 看到他 在我们身上吸血 正可以 慈心不失 为他念佛 持咒 好好地告诉他 学佛的道理 发愿以后成就 来度化他 若心中尚有杀意 银线 想一想 今天若拍死他 就欠下了命债 将来恶暴成熟 也要抵偿这一条命呀 友情众生 都是网结的亲人 我不慈悲他 谁慈悲他 要是讨厌他 那我还算得上 佛弟子吗 而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也一再又识 教导其不做 伤害生命的儿戏 爱护公务设施 远离网路上 流行的各种暴力游戏 呵护孩子的心灵幼苗 浇灌以真善之水 终可健康成长为你的 参天大树 皈依后 并不代表就是佛教徒 依于借体行持 才是真正的佛教徒 最后 以正达摩祖师论 破相论中一句共勉 若父不修内行 为止外求 希望祸福 无有是处 掌养慈悲 正心修行 害怕无福吗 闻一福养 无自在 正ים 序养慈悲 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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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曼